大家好,欢迎观看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ldMarkets助理分析师Nio圆 两年前,3090显卡的面试 一代暴力显卡开启了传奇之路 也正是这代三粒系的显卡 在显卡界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在我看来这两年 后续对于未来的影响将会载入实测 先看看这两年英伟达的收入 英伟达2020年收入为26.91B 比2021年增长了61.4% 在2021年年收入为16.675个B年 比2020年增长了52.75% 连续两年的收入有着巨大的增长 其中大部分的收入都归功于三菱系列的显卡 三菱的系列的显卡具体怎么样呢 性能强,算力高 在这两个特性的加持下 吸引了很多游戏玩家 影音工作者,还有矿工 那么就在昨日 4090显卡公开发售 看完底评测的我 说实话,有一点点心动 那么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下 这张4090显卡 是否还能重塑三菱系显卡的传说 首先,跑分性能来说 相比上代旗舰卡 3090强了80%多 相比3090Ti强了70%多 性能强劲的无可挑剔 实际上这个数据比当年 3090对标2080Ti来说高了不少 功耗来说 和3090的对比差距不大 考级功耗都在400多瓦 但是有意思的点来了 实测中 对标相同性能下 4090平均要比3090低上100瓦左右 是不是有点眼熟 没错 之前我写过的Ryzen 7000系列 和Ryzen 5000系列的相比 同性能下 功耗降低了60% 乍一看 4090也是功耗杀手 但是如果说在CPU有瓶颈下 4090会比3090 或者3090Ti省电不上 下一个就是我想说的 CPU瓶颈 这代CPU实在太强了 运行游戏的时候我就发现 很多游戏在2K甚至4K下 显卡的占用都没有跑版 也就是说水桶的短板变成了CPU 这也是这么些年来首次压力 给到了13代酷睿这边 好了 新疼说完 聊聊价格 首发价格是1599美金 乍一看 对比上代3090的1499来说 差距也不大 但是考虑一个问题 美元指数在3090首发的时候 是在93 4090这个时候来到了113左右 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的客人来说挺开心的 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客人来说 这就变相了涨价了21.9% 澳洲的首发价格来到了2959澳元 当年的溢价严重的3090也就2400澳元 25%的价格增幅 让不少期待这张卡的玩家 和专业工作者望而却步 价格上涨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太强的科技效能 实际上在本世代来说 是会造成一些变相的浪费 因为目前8K显示器的未普及 甚至4K显示器都没有 那么性能过剩就成为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世界的经济环境 实际的不稳定 在20年之前 很多事情风平浪静之时 人们生活安居乐业之际 没有那么高的通胀 没有那么高的生活成本 没有各种混乱的事情 人们就愿意为新科技去买账 愿意去提高生活水平 那么回顾今日 动荡的时局 一直上涨的美元指数 不断增高的通胀 让人们的生活幸福感骤减 很多人也不愿意 为了新科技进行买单 科技再怎么进步 我连饭都要吃不起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也没有多余钱去买 最终 新的4090显卡 对于发烧友来说 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优先项 外加挖矿也没有那么风靡 势必对40系显卡 造成不小的影响 因此 40系显卡虽然性能夸张的进步 但是能否像30系显卡 那么辉煌 我在心中 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